第1636集 姚萱 于婕叫了叶好轩一声 然后拉着叶好轩走到了一边 他示意有话对叶好轩说 怎么了 叶好轩走到一边看着于婕 你不觉得这些人有些奇怪吗 于婕道 当然奇怪 在他们眼里 我们两个同样奇怪 叶好轩微微的一笑 我们大家来到这里 本来就是各自带着各自的目的来的 所以他们的行为奇怪 也没什么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于婕看着叶好轩问道 古金字塔国相传有一个魔国的存在 魔国是被一个叫做奈菲塔利的人控制着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魔后的遗迹 看来你也很清楚啊 于婕诧诧异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那你知道 那个秘境 与这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知道 叶好轩淡淡的一笑 你们所谓的秘境 恐怕就是一个金字塔吧 而那个金字塔有神秘的力量 相传 那个地方是金字塔文化的起源 而魔后的力量 就有可能是从那个起源处得到的 而且金字塔文化的起源处 是一把双刃剑 利用得好可以缔造一个文明 如果利用不好 则会颠覆这个世界 看来你知道的比我多 于婕叹了一口气 这一群人的目的 应该和我们是一样的吧 和你们瑜伽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目的不一样 叶好轩摇摇头 我去那里 是想找回我朋友的一些东西 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那个东西 他甚至都活不下去 但是对于你们不一样 你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 金字塔国的文明起源处 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鱼龙七代的长生不死 鼓舞功法 你们瑜伽七代的金银财宝 还有钟强七代的东西 很多很多 叶好轩摇头道 但是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拿回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知道的东西很多 于婕看着叶好轩 他认真地说 能告诉我 关于那的秘密吗 那里的秘密就是死亡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或许你们七代的东西 那里都有 但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突破那里的禁止 而且最先掌控那里的是魔后 也就是奈飞塔利 你觉得他自己的东西 会允许你们乱动吗 叶好轩冷笑道 可他是一个传输中的人物 他真的存在吗 于婕一惊 城池都存在 你觉得他存在不 叶好轩指的指这里 可是就算是他存在 他也是几千年前的人了 难不成他还活着吗 于婕不解 他当然没活着 但是他的灵魂还存在 一个拥有无比怨念的灵魂 现在就守在那处秘境 你觉得他会对 闯入秘境的人做什么呢 这 于婕傻眼了 叶好轩所说的事情 是他从来都没有 预料到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这里 居然会有这样的故事 好了 去那里以后 我希望你只专注 做你自己的事情 把你父亲亲人的遗骨 都给收回来 其他的 就不要多动心思了 因为那里的东西 不是我们能乱碰的 好了 我知道了 于婕点点头 他看了一眼 还痴迷在这里研究的人道 我们还要等他们吗 等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哼 我要看看 钟强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目的 一眨眼 太阳又偏袭了 大家的收获也不小 叶好轩相信那几个科考队的队员 是收集资料的 但是钟强带的那些雇佣兵的动机 可不是太单纯了 八郎回来了 脸色明显的不是太好看 怎么扫了一半的人 看着八郎身后的人 钟强备有的一惊 与其了 一些十分大 行动十分迅速的虫子 那些虫子把我的人啃成了骨头 那是圣家虫 古金字塔国惩罚罪人的东西 你们能活着回来 已经是奇迹了 数量不多吧 不多 大概一百多只 但是我们的武器明显对他们不起作用 子弹又不容易打到他们 推了就好 可能几个人他们也会消停一阵子 叶好轩淡淡地说 叶医生啊 你之前是接触过这些东西吧 李教授问他 接触过 但是接触的不太多 对他们的习性也不是太了解 叶好轩摇摇头 我只是想知道 我们在这里还要待多久 这个 我们还有一些资料没有拿到手 等这些资料拿到了手之后 我们就撤离 梁博道 我现在在关心呢 我要的东西到底弄到了没有 弄清楚了没有 钟强从外面走进来 沉声喝道 啊 钟先生啊 您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呀 是关于魔国的一些传说 寄传这个魔后 是可以赋予一些人生命的 哪怕是他死了 但是要有人给他献祭 他还是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李教授的话没说完 便被钟强制止了 他对李教授试了一个眼色 然后两人走出去单独聊了 叶好轩暗自冷笑了一声 这个钟强 真的是小人之心啊 他的意思都很明显了 就是怕这些话被其他人听到 其实在叶好轩看来 这破地方哪有什么秘密啊 钟强所渴望的秘密 到头来恐怕也只不过是 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一眨眼 叶木又来临了 今天的沙漠有些平静 尤其是这区域 以前是中年沙尘 但是今天格外的安静 就连微风都没有 尤其是晚上啊 天空中的星星更亮 晴朗的天气 往往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但是今天晚上这天气 却让人的心安心不了 叶好轩看着钟强的表情 有些越来越疯狂了 他不管别的事情 整天都是找着科研队的李教授 是问东问西的 时不时地低头思考着一些东西 那家伙 有些不对劲 于婕走到了叶好轩的身边 你也看出来了 叶好轩拿出了一罐啤酒 递给了于婕 然后自己也拿出了一罐 看出来了 于婕淡淡地说 不可否认 钟强那家伙是老狐狸 但是我也算是行走江湖的老人了 他就算是伪装得再好 但是在我看来 他心里想什么 几乎都是写在脸上的 真可怕啊 这简直能比得上独心术了 叶好轩摇摇头 你觉得 他在想什么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他肯定没有安好心 我觉得我们留在这 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是外来的 你身上 是不是有类似于 储物空间的东西 邵氏集团研发出来的 空间折叠技术 能让一个小空间里 别有天地 你是不是有类似于那些 空间折叠技术的东西 没错 我是有 叶好轩点点头 他苦笑的 这你都看出来了 不仅是我看出来了 其他的人也看出来了 于婕认真地说 因为你身上连个包都没有 身上的物资 却源源不断 你这样 想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都不行 今天我明显地看到那个八郎 看你的眼神不对 他注意到了你手上的手桌 可怕 叶好轩摇摇头 这么快就被看出来了 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现在不经意之间 就会暴露出现你身上的东西 要么就是你不在意 因为你的实力很强 所以你不用刻意隐藏自己身上的东西 我说的对吗 对 也不对 叶好轩想了想到 我实力强这点我承认 但是我也不想被人明里暗里地盯着 你不知道 那种感觉十分地不舒服 我只能说 这群人的心机太深了 那个科研队或许没问题 但是中强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们跟他们毕竟不是一个团队的 叶好轩想了想 而且在这大沙漠里面 死一两个人跟文儿似的 所以法律什么的 在这里不管用 而且这群人 似乎也没有在意什么法律吧 没错 所以今天晚上 你留在这 是不明智的 这群雇佣兵 可不是好招惹的人物 晚上要小心了 没事 叶好轩毫不在意地说 能来到沙漠深处的人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吧 叶医生啊 不好了 梁伯被虫子咬了 现在他整条腿都成黑色的了 你过去看看吧 有个科考队的成员 急急地奔过来 对叶好轩叫道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叶好轩站起来的 走吧 过去看看 早就说了沙漠里 有些特殊的东西 可到头来 还是没有人 当成一回事啊 到了临时 搭建好的营地 一群人在围着梁伯 梁伯疼得是满头大汗的 他的一条手臂发黑 叶好轩走上前 撤下了他的衣袖 看了一下伤口 只见伤口处发黑发紫 而且他的整条手臂都肿了起来 样子看起来极其的恐怖 什么东西咬的 这玩意儿 我们刚才抓住他了 有人拿出了一个玻璃瓶子 只见里面有一只蝎子 这只蝎子不是普通的蝎子 它的体积相当大 而且它身上生着五彩的颜色 从头部到尾部 就好像是涂了一层色彩在上面一般 而且它的尾部有一处红点 这处红点居然隐约地透出了一抹红光 而且这只奇怪的蝎子 在瓶子里面团团转 时不时地撞向瓶子 剧毒之物 叶浩轩只说了这一句话 然后他连忙拿出针 开始为梁博针酒 梁博人还不错 虽然身上有股纹人的酸味 但是那是个好人哪 一番治疗 梁博手上的黑紫终于消失了 叶浩轩取下了针 又拿出了些拔毒的药服上 他安慰道 没事 明天一大早就好了 问题不严重 谢谢你 叶医生 你又救了我一命 梁博很感激地说 算起来 叶浩轩这是第二次救他的命了 没事 我是医生吗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他站起来道 各位 大家都小心点吧 这里可不是外面 时不时的会有些小动物 小虫子类的东西 出来跟你们亲热亲热 队伍有些沉默呀 因为一支队伍走到这里 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大部分死去的人 都是众人眼睁睁看着的 虽然看到他们死去 但没有人有什么好的办法 制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叶浩轩了 大部分人都去休息了 叶浩轩弄了些蛆虫的药 撒到了四周 这才保证大家安然入睡 有人不停地四面巡逻 因为这队伍 已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再少人 队伍就可以直接解散了 叶浩轩的时候 叶浩轩突然心有所感 他连忙站起来 借着月色 向城池的遗迹处看去 只见在那个方向 隐约的有火光的涌动 叶浩轩心中意紧 他感觉那个地方 一定是有事情发生 他连忙站起来 向广场那个地方赶去 说明了 这对的 了 从老大 香港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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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руб 感谢观看